云南省江城县与越南老挝两国接壤 为云南唯一与两个国家接壤的县 因此一眼望三国就成了江城县旅游的一个亮点 三国遍地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 他们保留着原始形态生存方式十分有趣 这一地区的山地民族主要包括赫蒙族、阿卡族、拉户族、素素族、克伦族、缅族、布朗族等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阿卡族 按照这里的习俗 阿卡族妇女在哺乳期间喜欢裸露出乳房 他们认为这是美和荣誉的象征 这是由于山村生、婆非常贫穷 孩子多、喂养方便 外加天气常年闷热 田间地头干活常被汗水浸湿 宽松半裸的衣服自然透气得多 那些尚未成家的姑娘 其实还是包裹得很严实的 只有生了孩子的妇女才有裸露习惯 事实上 这和阿卡人崇尚生育文化是分不开的 即使是那些穿着现代服装的当地女孩 也会时不时地聊起上 一来擦汗 对身体的裸露毫不避讳 通常情况下 阿卡族妇女至少生四五个小孩 多得七八个 因此他们的乳房也就常年裸露在外 这在当今的文明来看 会被很多人看成羞耻 但在阿卡人的生活里 这个现象绝非淫荡 而是取天地之自然精华的意思 希望孩子能瞬息甘露健康成长 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民风民俗 也许会在不经意间 和我们的现代文明发生尖锐的碰撞 我们应当正确面对云南边境的阿卡族 并且世俗 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阿卡人 顺义民俗 正是淳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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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